讀書會 祝福居士大德 一直來自我們雲南的老師 跟各位同學 大家早上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真的非常開心 能夠看到到家 在星期一天假日當中 這麼早的時間 過來到這個梅蘭河邊 來參加這個放生 一起參加這個讀書會 跟男人可貴的是我們 原來的所有的老師 跟所有的同學 這是我們讀書會的貴賓 所以知道大家 原來這邊很多趨勢 特別怕早上 早餐的餐點比較不夠 所以他們就特別的發現 所以準備了豐盛的早餐 還是怕數量不夠 所以他們平常的分量沒有那麼多 但是因為知道各位 要先來這邊參與讀書會 所以他們很特別 把這個分量加多 希望大家能夠來到這邊 能夠吃到一個豐盛的早餐 表示我們對你們的一份熱誠的 熱誠的資訊 相信大家可能因為有的 因為全部都是素食 也不知道能不能夠和各位的口味 那看到大家 遠從大陸 走雲南 這樣子 坐車 坐公車 坐火車 歷間長途的跋涉 來到了泰國的曼谷 真的是一路相當的辛苦 那對於柯老師 其他老師 跟各位同學 大家能夠為了 學習地質規 能夠克服種種的困難 乃是有這種年輕人 這種冒險 泛濫的精神 有這種吃苦的精神 願意到馬來西亞 去學習這個地質規 真的是對你們年輕人 敢於追求你們的夢想 乃是敢於追求你們的意願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壯舉 很年輕人 就是要有夢想 會有方向 然後 帶你去面對 因為現在的人 多數人都 處於養尊處於我的結伴 而且大家現在 屬於大學生 應該都是屬於 九零年 九零後 現在大陸都有什麼八零 或者九零 大家都是屬於九零後的 所以帶著年輕人 所以在中國大陸 現在正在蓬勃發展 但是呢 一個 偉大的強國 世界的強國 不在於 經濟的 這個 興盛 也不在於 武力的 強大 一個國家 最大的 世界強國 在於你的 文化 在於你的水準 人民文化的水準 越高 表示這個國家的 這個人民的 數值越好 競爭力就越高 所以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 世紀 雖然大家 有很強烈的 中國性 但是 如果沒有強烈的 中國文化 做基礎 中國的人民 沒有文化的素質 做內涵的話 那麼 那可只是 叫做形式上的 我們所講的 一個土包子而已 土包子的話 就是一種 爆發戶 雖然很有錢的 雖然很有 經濟的 錢很多了 但是你缺少了 文化的素質 跟內涵的話 要當為一個 世界的強國 要引導世界的話 這是不可能的 你可能用武力 用經濟 去驅逆人家 去幫助人家 但是 對於這些文免科技 進步的 西方國家 你要當一個老大 那是不可能的 有文化 有水準的人 他已經尊重的是 紳士 是一個紳士 他要的人是什麼 你有那個文化 你的文化 你的內涵 勝過於他 他就會成福於你 而且我們中國 本身就有五千年的 歷史悠久的文化 所以我們的根 本來就很穩 只是因為我們斷層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 復興起來 重點就是要靠文化 文化來講 重點我們講的 像大家 有心要去學習 弟子規 弟子規 這些就是 魯家的思想 所以你 教我們要盡孝 尊敬師長 兄友弟公 所謂的倫理道德 這些我們都能夠做到的話 那麼我們中國從根本做起 慢慢的才能夠更加的 不只武力強盛 能夠保衛自己 經濟能夠繁榮 能夠幫助自己 也能夠幫助別的國家 這個都是很重要 但是重點就是我們本身 要有很深厚的文化做基礎的話 這個才是 二十年後 生十年後 中國自然 必定是強盛 我們的文化內容 自然能夠去射受 西方的這些先進國家 這樣子的當中 無限當中 自然 人家對你的尊敬跟空敬 那麼自然你的風範 能夠養成的話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大國 所以我們說 泱泱大國 必須要有泱泱大國的風範 那麼 除了國家要有國家的一個風範 人民的素質 也必須要提升 所以這是我們大家 必須要學習的 那麼透過大家 願意這麼認真 很願意到馬來西亞 去學習地質規 那回到中國大陸 再把你們所學的地質規 再去推廣 從家裡 從自己做起 從家裡 乃至於 因為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所以你們是 非常重要的 種子部隊 從你這個點 開始 慢慢擴散 點 線面 慢慢的影響 雖然你們現在是大學生 等到你們出了社會 你們在每個地方 每個公司 每個行號 從你做起 影響你的公司 慢慢的 那麼 一個公司影響了 那他 又有他的家庭 家庭在影響 社會就會跟著影響 所以我們從職的當中 去提升的話 慢慢的 職的數量 好的數量越多 那麼呢 這個社會 國家的未來 就非常有 這個希望了 所以你們呢 全然不可以 忽視自己的 小小的一點 現在的一個 發信 跟學習 所以我們現在的努力 必然 是未來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動力 所以 對於你們這個 老師 還有學生 願意去學習中國文化 意思貴 願意去把他們推展起來 真的是 我們應該大家 用最多的掌聲 給他們鼓勵 跟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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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